像是第三級的這個要進到第三級警戒 事實上他是講是說 就是說你要有三件以上的社區群聚事件 或者是說一天內有十名以上感染源不明的一個狀況 事實上以今天的標準來解釋 我們事實上還沒有到達這個程度 所以剛才侯友宜市長在講那個封城 其實我對這個封城這兩個字我是很有意見的 因為事實上來講就全世界部件 其實事實上來講呢 在國外叫lockdown lockdown的意思是說 其實就是停止上班上課 那就是除了必要的事情以外 你就不要去外出等等 但是呢要到達那個標準 在我們台灣應該是在第四級的情況之下 比較類同於封城 但是到第四級他的標準是什麼 他的標準是說 他的本土的病例要快速的什麼增加 而且就是說14天內平均一天要100例 換句話說半個月要1400個case被感染 而且有一半都是找不到來源的 如果真的到那樣子 那真的已經是很淒慘 我認為以台灣的我們的公民素質跟政府的行政效率 我們不會走到那一步的 所以我覺得說某種程度的這個 這個侯市長把警戒程度稍微拉高一點 事實上他現在的作為 我檢視他還是在第二級喔 因為他今天有講說要把一些 一些場所先關起來對不對 事實上在第二級的這個警戒標準裡面就有講說 必要時強制關閉休閒娛樂相關營業場所 所以基本上侯市長他還是在第二級的警戒範圍內去實施 他的這個擴大的這個疫情的警戒 沒有超過這個範圍 好因為陳時中部長其實有說 其實我們很瀕臨第三級 那第三級是怎樣呢 當週出現三件以上社區群聚事件 或一天確診十個以上感染源不明之本土病例 今天有三個不明感染源 那他說今天如果再多加一個群聚 就是第三級了 那如果是第三級的話 第一個外出的時候 全程都要佩戴口罩 第二停止室內五個人以上 室外十個人以上的聚會 不好意思喔 所以我們這樣錄影也不行了 他說上班可以 他說上班可以 上班可以 所以餐廳不行 對就是聚會 約會不行 對就是沒有必要性的那種活動 吃飯呢 吃飯連移這種也不行 也不行嘛 就超過五個都不行 那餐廳影響多重大 我想一想啊 五個人就不行了 那麼再來是只保留維生 秩序維持必要性服務 醫療跟公務所需之外 其餘的營業跟公共場域全部關閉 那這樣不用保障也要關 除了警察局 病院跟發電腦 那都基本的 醫院 維生 那都需要的 其他的 不好意思 什麼學校有的沒的 很多運動中心 那一集一定要關 賣場可能都要關 保護公司都要關 哇 這很嚴重 很嚴重 所有商店職務都關 要關 對 好 營業及公共場域 落實戴口罩跟社交距離 另外 花生群聚的社區 如果需要執行快速圍堵 民眾需要配合病毒篩檢 且不得任意離開圍堵區 並停止所有聚會活動 而且要停課 全台灣停課 我問你家長怎麼辦啊 秦王兄 家長應該就瘋掉 家長一定也在家裡 家長大概擔心的事情 會更多啦 你比如說上班可以 那是二級 但我現在講的是三級喔 到三級的時候 他也沒有封城的 也沒有封城的 那個還要多一段 多一段 像我們以前在說義大利 我們以前在說英國的時候 那些出門也不可以出門 我們很煩惱就是這個 鄧大哥 我覺得封城這兩個字眼 對一般民眾來講 他的字眼可能跟侯市長想的不一樣 我們聽到的封城 大家想像中的都是中國式的封城 什麼叫中國式的封城 他的封城絕對不是像侯市長講的 就是說一個禮拜還可以開放個幾天 讓你出來去買東西 大家想像中是中國式就全部把你封起來 就是放在裡面 你都不准進出的那種封城 所以他用封城兩個字 我覺得他用這個字也太重 而且對於民眾的心理影響會太大 會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說實話現在我覺得 我們就像剛剛這個專家在講的 我們在有秩序的處理之下 還是可以處理這個疫情的 因為他還沒有擴散到像國外那麼嚴重的程度 所以理論上這個時間 你用封城這個字眼坦白說是太嚴重 而且很多人都沒有想過 中國式的封城那個很多的物資 政府給你基本上你還是要付錢買的 而且政府的物資還常常不一定能夠即時配給得到 如果台灣要按照實施 我覺得一定會翻過來 而且我們台灣就算在居家隔離 還是有隔離補償金的 中國是完全都沒有的 所以你會發現這封城這兩個字 在中國跟在台灣意義不太一樣 而且連中國自己現在都不用封城這個字了 他們取了一個新的名詞叫閉環管理 用閉環管理 他不要用封城兩個字 因為用封城你會嚇到 而且國際在看你的時候 他也眼光怪怪的 所以他用閉環式管理這幾個字取代 所以他用封城這個字 我覺得不是很妥當 其實到六個切成本就因應惡極的一個警戒 這每一個官署長 殺出來這樣說 如果基於是一個市警 如果要跟他的市民說 我們大家要賠償一點 我覺得這都是好事 像陳時中今天說的說 我們也不排除無費三局警戒 我們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們最怕的其實還不是只有這 你看過年的時候我們在心想 我們在心疏困條例 一條五百塊的大家還記得嗎 這波疫情如果越嚴重的時候 那六波在受困的時候 那都是財政很大的一個負擔 我們記得就是說 這個如果可以說是一個惡極警戒 到六個切斃 可以穩定下來 這當然也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是把動作 侯友宜三家出來說的時候 就是提早事情 就是說超前部署 動作很嚴重的事情來處理 看得到大家 真的是勤洗手 戴口罩 太久大家都太過 很安心了 我們再講一次就是說 我們這次爆發水源 今天十幾例 我們跟全世界那麼多的國家 做比較 他收你很好 打百分之五十幾的疫苗 他打兩劑了 美國很好 人家煮那麼多 每天都比我們那麼多 所以政府任何因應 大家不要恐慌 各個縣市所長可以出來 可以再吹下去 你吹下去 讓你每一個市民 國管市 大家的官民市民 大家都陪著很安 我反而覺得這是一件好事喔 人家從三十幾的疫苗